嗨,大家好,我是Chen 大家有看冠軍賽GAME1嗎? 台灣籃球可以打造這麼高關注高張力的比賽氛圍 身為球迷的我,真滴感動 這幾次的影片主題都是圍繞PLUS LEAGUE 而主題色都是紫色唷,咳咳 蛤?你說為什麼是紫色喔? 沒有為什麼! 你484沒有在看球,但你還是很棒 至少有看過影片 上一部影片是在談論Long Series的收斂發散 而今天,要為大家帶來Power Series的題目講解 這是一個分享微積分,分享數學大小主題的頻道 初來乍到的你,歡迎訂閱我 一起加入這個宅宅數學小宇宙吧 老天會眷顧更努力的一方 跟著我展開今天的挑戰 ROAR TO GLORY ROAR TO A+. Let's go! Power Series大亂鬥 Power是刺方,Series是極數 我們先來寫出Power Series他們的一般式 SigmaN從0到無窮大 它是一個無窮多項技術 FnA除以N階X-A括號的N次方 這邊的FnA的N是指微N次的意思 所以是微N次除N接X-A的N次方 微N次除N接X-A的N次方 這是Power Series的General Form 我們把它偷偷展開一下 N代0 N代1 N代2 N代3 點點點 所以 它是一個 由 一個係數 組成的一個 X的多項式 技術 而這邊的A 叫做展開點 我們會說 Centered at X-A 以X-A這個點 做展開的一個基數 我們舉個例子 Power Series of sineX at X-0 以X-0這個展開點 Sine這個函數 這邊提供給大家表格法 我們可以先列出 N Fn Fn X-0的表格 N從0開始 1 2 3 一次類推 N等於0的意思是 F of X 為0次 也就是Sine 不要為 那就是Sine 那為一次是Cosine 再為-Sine 再為-Cosine 再為第四次 大家會發現 是不是回到SineX啦 所以它是四個一循環 這樣的一個規律 那我們再把X乘以0代入 分別得到 010-1 所以開始寫SineX 我們先列出要寫的元素 為0次除0接X0次 為一次除1接X的一次方 為二次除2接X的二次方 為三次除3接X的三次方 如果你是第一次在寫Power Series 不妨跟著我這樣子唸 就可以更清楚知道 Power Series 每一項 所需要寫的 組成元素 又根據左邊的表格 我們發現 F00是0 F20是0 F40也是0 那麼為一次方 為三次方 為五次方 的這種值 是1-1在交錯 因此 我們列出SineX的結果 X-1除3接X的三次 加1除5接X的五次 -1除7接X的七次 加... 我們把它整理成Sigma的形式 它有一個交錯 所以寫個-1的N次 X的2N加1除2N加1接 這邊的2N加1 大家有沒有發現 是G數啊 所以它是G次方 除以G數接乘 那麼-1的N次方 代表它是正負交錯的一個G數 這就是SineX的 PowerSeries展開 那我們把一個函數 表示成PowerSeries之後 記得要寫上它的收斂區間 而這一題的收斂區間 是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也就是任意時數的X 都可以使得這個極數收斂 PowerSeries是將一個 F的函數 表示成 多項是極數的不同係數組合 那當然我們不一定要用 A等於0展開 我們也可以用其他的展開點做展開 比方說這個題目 Find PowerSeries of SinX At A等於2分之π 用2分之π這個點 來展開Sine的PowerSeries 我們來想想看 SineX這樣的函數 現在是X的角度 但是我們最後要用X-2分之π 當作多項式的基底 嗯...那我們試試這個技巧 X跟2分之π-X之間 相加起來是90度的關係 那當角度相加起來90度 也就是互於SineCos可以互換 所以我就把SineX換成Cos2分之π-X 那麼Cos又有O函數的性質可以使用 我又可以換成CosX-2分之π 因為我們要的多項式基底 是X-2分之π 對吧 這邊我們用到三角函數的性質 不熟的朋友也可以去右上角這部影片 三角函數必殺技 用短短10分鐘帶你重溫三角函數的美好 裡面有滿滿的好東西等著你去發掘喔 所以我們把題目的SineX換成CosX-2分之π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用Cos的PowerSeries展開 來表示我們的多項式基底呢 所以先寫出Cos的PowerSeries形式 接著裡面填X-2分之π 這樣子我們就成功囉 我們用這樣的三角函數轉換技巧 就可以不用再慢慢的列所有的係數 F0 F1 F2 F3等等的 那最後我們要寫出它的收斂半徑 因為我們是用Cos的PowerSeries展開 所以要用Cos的收斂半徑 那它的收斂半徑也是無窮大 所以Interval也是-無窮到-無窮 這樣就完成囉 是不是很簡單呢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例子 SineX at A等於π做展開 我們一樣試試看利用三角函數的轉換特性 SineX現在角度是x 我們可以湊一個π-x 使得角度相加是π 那角度互補正弦相等 所以可以直接轉換 但是我需要的多項式基底是x-π 所以我應該要把一個負號再提出來 那Sine剛好是基函數 負號可提 這個又是用到三角函數必殺技 是不是很好用呢 那這樣我就用Sine的PowerSeries做展開就行 所以先寫出Sine的PowerSeries結構 再把x-π填入 而這邊的π就是此題的展開點囉 那Sine的收斂半徑無窮大 Interval負無窮到正無窮 任意時數的x都可以讓這個基數收斂 而這邊前面的這個負號 其實也可以跟裡面的-1的n次方做合併 所以我們寫得更完整一點 -1的n加一次 x-π2n加一次除以2n加一階 這樣就大功告成囉 我們用不同的展開點來表示Sine X的PowerSeries 並搭配三角函數必殺技 幫助我們更快速的完成PowerSeries 我們再來看幾個不同展開點的提型 SineX at A等於-π作為展開 首先我們先想 這題我們需要的多項式基底是x加π 因為x-A嘛 x加π 那我們就看看這個x加π 應該是在這個第三項線的位置 那Sine的x加π好像就是-SineX 所以我們就可以完成它 SineX等於-Sineπ加X 那我們寫成X加π 可能會比較貼近我們的基底 因此我們就可以用Sine的PowerSeries結構作為代換了 所以先寫出PowerSeries結構 然後再把X加π填入 那前面這個負號 可以跟裡面的-1的n次方合併 寫成-1的n加1次方 x加π的2n加1次除以2n加1接 再寫出收斂半徑以及收斂區間 這一題就完成囉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題目 SineX平方 atA等於0做展開 嗯...Sine的平方的確是很有趣 先畫成1-1-cos2x 因為我看到平方 我就要畫背角 這是平方畫背角 相信大家古時候都有學過這個平方畫背角的公式 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Sine平方cos平方 Sine平方可以畫成1-cos2x cos平方可以畫成1-cos2x 平方畫背角公式 很好用喔 那我們就繼續寫下去 1-cos2x就用cos的power series結構代換 那..光畫底是填2x 再乘進去 1-1,-2асть2 再來我們看2x的2n次 好像可以透過指數數穩定 畫成2-2x texted2n 我們就画簡單序來 excused 2的n次2的n次乘以x2n次除以2n阶层 再来我们观察 n等于0如果带入的话 可以得到第一项 让我们代代看 -1的0次方2的0次方 乘以x的0次方除以0阶层 这样子弄一弄是不是1啊 而且是正的 那我们就偷偷的换一下 我们用紫色的1来表示第一项 那后面就是n等于1开始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1分之1减2分之1就消掉了 那剩下的东西我们就乘开 是-2分之1sigma-1的n次 2的2n次乘以x的2n除以2n阶层 这边的2分之1可以跟里面的2的2n次做合并 外面的-1也可以跟里面的-1的n次做合并 最后我们可以写成-1的n加1次方 乘以2的2n减1次方 x的2n次除以2n阶 再来要写上收敛区间跟收敛半径 那因为我们里面是用cos做代换 所以就跟cos一样啰 我是Chen 一个喜欢数学的狗派 喜欢这部影片可以按个喜欢让我知道 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 并订阅ChenChen的频道 一同加入这个宅宅数学小宇宙吧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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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